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在Hidden Space有葉振生 SAMMY的展覽叫做《天光之前,重心向前》 展覽裏面有四條錄像 其中一條錄像是在自己家的浴室拍攝 SAMMY 可以說一下這條錄像是在做什麼呢 那條錄像是我在家的其中一個角落頭 就是我洗澡的地方 我在裏面放了很多家的器皿 器皿都是不同的 例如以前買落、有杯碟、碗 我將它擺滿在浴室的地下 我在中間放了一個紅色的桶 赤裸地坐在桶上 那些器皿都感覺滿了水 我就會呈現了一種很瘦的環境控制 因為我每次一動都會令到平身互相碰撞 就會發出很多玻璃聲 對於觀眾來說 就好像有一種危險 或者會令到畫面很激 這就是其中一個目的 而且你會看到畫面上面 我睡在浴室上 那個桶好像很辛苦 因為我會不斷在調整位置 轉身、腳、手都會碰撞到器皿 同時你會閱讀到影片裡面的角色很辛苦 亦都好像很危險 自己想像如果我要在桶上 嘗試平衡都很容易會跌 對於平衡是很有興趣 你覺得在香港社會做平衡是怎樣的呢 我覺得不僅在香港社會 在現在這個世界做平衡 就是你很難去平衡世界這麼豐富 如果以大整個世代來說 我覺得它太多東西了 我們就好像一滴水一樣 丟到海裡 你很難去抗衡整個已經既成定局的世界 在現在的社會同樣是這個情況 你一個人和你怎樣去和社會的關係 是很難去有一個對等的權力 我都在想這個形容詞 我可以形容你這個狀態 它又不是退肺 又是轉好精神味道 又是失戀的樣子 先看看 即是 有空不知道有什麼做 我們現在在一起 我又是想要打起 我還會這樣 你等一下 我請到你們 大家在一起 在這裡 好決定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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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